好的 我们可以看见就是最近航生指数也好 就是美国的道行师指数也好 最近联助创足就是这一年的新高 可以看见整个市场的投机讯息非常的长 而我看见最近出来的经济数据 有一部分是非常的不错的 但是我也发现有一部分是出来是比较不好的 例如就是好像上个星期五 美国公报的四月旅的状况 就是重新想得到就是上回的数字 而就是内地公报就是十月份的贷款状况 也比九月份要差不多小一半而上 这些比较坏的数据 我相信就是投资者也比较就是不留意这些数据 很明显整个市场开始一个骗听的状况 我相信短日之内在这个投机讯息那么长 在墙幅之下整个行升级数可能要下跌的空间可能不会很大 而我相信可能会在二十天平均线 大概两万两千点左右的水平有一个很大的支持 我相信短日之内可能会再有一段的胜浮出来 但是投资者需要留意 因为现在整个市场的股市已经不选十分之便宜了 所以投资者现在投资的心态要以短短持回组 反而不要期望现在是一个做长期还是重期投资的一个好实践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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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